或者是說還是因為它是山寨版的關係 還不知道 如果沒關係 假設我不在這個上面裝的話 那我可以選擇一個 比如說我想要在我的手機上面 手機上面玩的話 我就點這一個 那如果我另外還有一個平板 這個是華為的 華為S7 那我就直接點一個安裝 接下來的話 最後按一個確定 它就幫我安裝到我的平板裡面了 那等一下呢 我只要那個裝置連上網路 它就自動了 全自動 自動會在我的應用程式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了 OK 那不過有些裝置 可能還要考慮它的相容性 那其他還有像這個好了 比如說像Angry Bull 會不會相容性比較好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有Angry Bull Seasons 它這個跟什麼 季節也不關係 你看它這個看起來 你看這邊也有櫻花 剛好最近我櫻花就好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要安裝 我安裝下去看看好了 相容性怎麼樣 點下去 也是不能裝 有沒有 與你的裝置不相容 因為最上面這一支 我另外還有一支是2.1的 就是那個華碩的 因為它是2.1 所以你會發現你不能買最新的 4.0的也不相容 最舊的2.1也不相容 所以你要買像華為這個是多少 2.2的 這個是Sony的2.3 所以2.3 2.2剛剛好 那有的人很急著要刷機 你要深思熟慮 有時候你刷下去之後 你就變4.0的 但是問題是 有些APP它還沒有資源那麼新 所以我把它裝在這個好了 這個華為這一支 這支感覺這樣子就 雖然2.2 可是幾乎什麼都能裝 什麼都能裝 那再上一個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我想裝的東西裝上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從熱門裡面去看一下 哪些你比較喜歡的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所謂的搜尋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Google Play 除了用專賣店裡面的熱門的排行榜之外 另外它還提供一個 第二個就是所謂類別 類別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下載的是什麼 假設說我要玩的是什麼 一般的像是什麼 運動遊戲疊下去 它也會把所有運動遊戲 通通都幫我列出來 在這個地方 這邊還有什麼保齡球 旁邊還有什麼 幹掉同事 這個遊戲實在有點太火爆了 如果你對你同事不滿的話 或許可以登錄這個玩玩看 那相關的還有所謂的什麼休閒等等的 那另外除了你可以從熱門跟類別之外 剛剛有提到就搜尋